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报道 12月24号 台电董事长及总经理 来到台中电力调度中心视察 听取简报并加冕在场值班人员的辛劳 中部地区由于位在中电北宋 南电北宋的枢纽位置 均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其调度中心更是电力供需的总跳度开关 说它是电力系统的大脑一点也不为过 12月24号 台电杨董事长 中总经理至台中区域调度中心视察 关切台中地区供电状况 电力调度中心是调控电力供需平衡的枢纽 除了北高各有一个中央调度中心 负责统筹全台的调度任务 六个区域调度中心也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个中央调度中心它主要是指挥调度的部分 也就是动口 那执行的部分 动手的部分 就由我们ADCC来执行 整个调度指挥系统必须手脑并用 灵活才有办法让整个调度行为很顺畅的来执行 除了大型电厂及超高压变电所 大多数的变电设施都在区域调度中心的管辖范围 与地区发展息息相关 中部地区由于有许多的重要设施 密切关注地区的用电量销长 提出供电设施建设建议 也是区域调度中心的重要角色之一 从815之后 这个我们有一家 这个就是中有我们台中的接收站 管得中北部以上的用电用器都在这里 所以天然气的接收站有一家 那我们两家高铁 三家台铁 13个重要的一个工业区 那另外16169各42户 一共84户整个我们的用电 那我们台中最重要的一个供电区 是在这个中部科学院区 我们统计每年几乎每年用电量在成长 尤其在今年 今年突然这个用电量特别的高 听取简报后 董事长特别搬送小红包 未免这群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不打扬的调度中心同仁 感恩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和辛劳 点亮中台湾的夜晚 台电公司台中报导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